其实我特别理解 您现在所处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状态 确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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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陆琪老师那个假设 其实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不要以为那个事情 好像和您俩没有关系 因为我做咨询 像这样的案例 最后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和离婚是太常见的事情 当然我希望说 刚才陆琪老师的这样一个假设 它真的不发生 这位女士 其实我想说我的经历 两年前我的父亲得的是癌症 医生的建议是做完手术之后 无药可治 无药可治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她的这种类型 没有适应症的药 第二是她的病情也比较惋惜 但我是医生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想着 是砸锅卖铁 想着一切的办法 甚至打听到全世界 还有没有可能 甚至后半夜我醒来的时候 我睡不着觉了 怎么办 上网查资料 看书 按道理来讲 家里所有人都应该为叫老爸负责 我还有两个弟弟 俗话说 母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 别的先不用讲 在出钱这个层面上来讲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家庭条件不一样 他们甚至不在本地 他们过来照顾 也只能照顾几天 如果再时间长的话 工作可能就真的没了 没了再找 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了 所以 我没有对任何人 有任何要求 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 当我这么用心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 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 他们也特别用心 所以 现在爸爸一直不错 这是一个奇迹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 就是能够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那个时候 彼此没有任何的抱怨 人到中年的时候 这一关是人人都要过的 你的崩溃 我非常能够理解 我那段时间 日日夜又睡不着觉 我只能去看书 我觉得我看了一点书 学了点东西 我就好像能够去 为爸爸做一点事情 即使可能是无效的 所以你那种焦虑感 和崩溃感 你只能抓住他 在他身上折磨来折磨去 你觉得好像能缓击你的焦虑 因为老公是你的主心骨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注意 一旦这个事情做过度了 那么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然后最后就导致 现在老公和你的情感 就生分了 其实这个老公还是不错 不过也有问题 就是学着要去安抚 妻子的这个情绪 他如果不在这种情绪状态下 他可能也不会做出那种 什么把卡收上来 然后这个也不让你去 绽放你的人生 在这个时候 妻子这种焦虑情绪 你要给适当的安抚 就是这种时候 非当事人有可能 比那个病人还要焦虑 我老爸都说 你算了你不要治了 你不要那样了 他说人到这年龄 早就要走的 但是我们心不甘 所以心不甘 那个人有的时候更焦虑 所以作为男人而言 这个时候要细一点 给他最大的关怀 给对方一点温暖 这个时候呢 家才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 好了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余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